欢迎你来到 TVBS战行事 我是节目主持人钱子 介绍今天的来宾 首先是前立法委员高嘉瑜 台北市议员林真宇 资深媒体人黄阳明 立法委员柯志恩 立法委员叶元之 台北市议员游淑慧 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 这个是美国总统拜登 他现在在法国进行国事访问 事实上他5号就到了法国 这是为了纪念 6月6号的诺曼蒂登陆 80周年的纪念活动 所以我们看到这几天 拜登总统都在法国 今天释出的这张照片是 他跟马克宏抗力 一起在凯旋门前 留下了这张身影 大家知道 法国跟美国有很多的合作 现在两个人 也签下了各种的 共同的声明 我们来看看新闻的详细内容 队伍大牌长龙 不是穿西装 就是着套装 全都是来参加法国总统马克宏 为美国总统拜登 举办的隆重国宴 现场可说是众星云集 台下相互干杯 与会的政商名流掌声响起 晚夜上美法元首强调民主 事实上在这之前就举行双边会谈 更共同发表联合声明 除了强调乌俄中东和经济问题外 拜登也特别提到印太自由航行 透明治理公平贸易等议题 虽然没点名 但似乎就是暗指中国大陆 拜登的第一次法国国事访问 一路上不断强调年轻人 要为民主庭声作战 马克宏昨天还特别在凯旋门 以军力的方式欢迎拜登 两人为无名战事幕献花点火 确实 随着国际地缘政治越来越紧张下 白宫国安会议官员就透露 美国可能不得不在近几年 部署更多战略核武 借此抗核中俄等对手 好 看到美国跟法国要一起 攜手对抗中国大陆吗 他们发表的所谓的联合声明 拜登再一次重申印太的自由航行 包括在台海的航行权 都是自由的 这是美国一贯的主张 显然中国大陆不这么认为吗 我们来看看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 才发生在两天前 荷兰的一艘舰艇 在我们经过我们台海 他在东海就遭到共击进逼 中国大陆就启动了他的战斗机 来荷兰的军舰的头上绕了一圈 我们看到荷兰的军舰其实很不寻常 过去我们看到法国军舰 我们看到美国的军舰通过台海 可是荷兰的军舰通过台海 这是近几年来比较罕见的现象 我们看到荷兰的国防部就发表声明说 中国大陆的战机接近荷兰的巡防艇 这个会导致潜在不安全的情况 我们来看看这一艘 荷兰皇家海军七省级的巡防舰 卓浦号 他通过我们台海在两天前 这是荷兰必须讲最强的战舰 他通过台海 他要强调就是自由航行的区域 那中国大陆当然觉得不对 不是你来到我家的门口 大概是这样子一个对峙的状况 不过我们来看看这个新闻 这是白宫的高级官员 他讲了一件事情 我们大家来看一看 有一点惊悚 他说俄罗斯跟大陆的威胁日益增长 所以美国可能别无选择 要扩大核武库 他说俄罗斯 中国大陆你的核武都没有减少 我们美国为了要威褶你 威吓你 所以我们的核武器要增加 这的确是一个令人 非常震惊的一个消息 因为动用核武 可以说是全世界 不管是共产国家 或是民主国家 大家都不愿走到那一步 美国今天主动来说 又把这核武这两个字搬出来 很显现的就是目前 整个的国际局势 是处在一个令人不安的一个状况 我们刚刚特别提到 这个荷兰舰 就通过我们的东部海域 虽然中国大陆对于 东部海域通过的任何 即使是非常无害的 他们都觉得这是一种挑衅 所以你看他就会开始 对他们海军的舰艇 做出一个比较是高空升级的 这样的一个动作难怪 他们大家都认为 虽然你有一些所谓的领空领海 你会划定自己 比较是传统的界定 但是不要忘记的 这还是有一些所谓的缓冲区 这也是国际的一个海域 你自己界定 然后别人过来这个地方 然后你做出这么大的 我们很多人都认为 这是有一点挑衅 因为大家认为荷兰舰通过 算是一个比较是武害 因为他没有任何 太大的一个目的性 即使有那也显现不出来 所以中国大陆 这样的一个做法 的确引起很多国际上面的 一种的关注 也难怪特别这个时候 这个洛曼底80周年 拜登出现在这个法国 当然是有他的一个目的性存在 因为他马上要面临 他们国内的一个选举 所以他还是跟马克宏 彼此之间 能够在利用洛曼底登陆的时候 又开始不断的宣扬 所谓的印太地区 这个自由航行 印太地区到底过去来说 关诺曼底什么事 当然就跟中国大陆有关 所以他们不管在签订的 任何的合约 或者是在多做过 把他提出印太 完全是剑指中国大陆 大家就是希望能够成立 一个更大的一个联盟 对于中国 未来日益扩大的 不管在所谓的科技 不管在他们的军事 不管他们在贸易 各方面来说 他们希望能够透过 这样的一个联盟 站在凯旋盟之前 你看那个照片站起来 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这对于拜登来说 目前来说是很必要的 因为川普目前没有办法 向他到世界各国 爬爬噪 拜登目前的 所谓的选举的声望 两个几乎是五五波 甚至川普还比他更高 那么一点五波左右 所以他透过这个国际联盟 这样的一个国际的意向 还有同时对于中国大陆 采取一个更积极的态度 像他们Burns 他们的Burns不是也特别提到 其实都不是都是中国挑衅 所以造成他们 目前这样的结果 他们势必对于跟美中之间 给予中国任何的事情 都给他们一个合理化的 这样一个方式 能够让美国可以 在国际的这个目前来说 所以我只能说 在选举之前 他们做了任何的动作 都跟他们未来的 特朗普跟拜登 他们的一个选举有关 之后我们整个国际的走向 还是要等这一次选举 谁出现之后的 那个新任的总统上台之后 才是我们对于美中台三个关系当中 或是国际关系当中 比较有一个更确切的一个方向 可以来遵循 不过荷兰他的这个政策 是不是有所改变 因为在2021年的时候 他经过印太地区的时候 他特意避开台海这个area 他可能觉得说怕刺激中国 不知道他有避开 可是看到今年就是前两天 他执行任务的时候 他是说他执行北韩制裁任务 他有经过我们台海 那就是引起了中国大陆的一个警戒 中国大陆当然有很强烈的方式回应 就是战斗机升空 在这个军舰的上头 来这个逼近敌近侦察 那我们看到的中国大陆跟美国 到底有没有所谓的沟通管道 救核武这件事情 我们看到中国大陆驻美的大使馆 就说愿意就核不扩散问题 跟各方展开接触 核武的威胁对全人类来说 都是大家必须注意的 我们看到美国驻华大使说 美中还需要继续对话 在我们看到刚刚过去的相会 在新加坡的相会 的确在军方美中两大国有对话 可是未来的关系呢 刚刚志恩委员已经讲到了 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 有提到了一些问题 说要管控中美长期之间的战略竞争 包括伯恩斯有讲到一个关键点 他说美中不存在合作的机会 或者是说看到这两个大国 现在有一点对撞 原因在哪里 伯恩斯把这个原因 归咎到中国大陆的领导人的 变化有关 他说过去中国大陆 还会跟大家一起合作 可是现在他的领导人 他的领导风格已经有变化了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跟他持续合作 我们没有办法持续跟他对话 来 请教委员 不过我觉得伯恩斯知道 讲一件事情 他说美中就是恢复到 某种比较正常的交流状态 这当然也是大家乐见的 特别是军事上的交流 因为大概在一两年 那时候美国其实很积极的 要去跟中国大陆做交流 但中国大陆在军事上 就是不愿意 现在既然在军事上有对话的话 某种程度来讲的话 也达到美国一直想要 达到一个等于是一个管控 就是说不要忽然间造成风险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就是 对话这件事情 某种程度上来讲 还是非常的重要 当然我觉得回过头来来讲 来讲台湾好了 台湾现在 因为赖青的总统 他在就职演说的时候 他特别有把两国论的 这个东西把它带出来 当然对岸一定会不满 不满之后可以预期 就是两岸的往来 一定会越来越趋向冰点 其实这个跟美国希望要求对话 这样子完全就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国际上 虽然他们有紧张 但是最起码 他们还是有寻求一种解决方案 而台湾这边就是一味的 就是完全把对话的管道 把它切掉 这个反而是我比较担心的 来生宇 其实你可以看 现在美中间的关系 大家还记得 之前英国经济学人 有特别说 称台湾其实现在 台湾海峡是目前地表上最危险的国家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几阵子 不管是520之后 美中之间的关系 一直到现阶段 他们到法国 之间每一个都是环环相口的 台海之间的关系 台海的第一岛链 说真的 真的是牵扯的 整个台湾海峡的安危 我觉得在这边 美中贸易战 其实我个人看起来是 全球已经开始倾向 贸易的保护主义了 大家记不记得张忠谋 在2022年的时候 特别有讲了一句话 全球贸易 保护主义开始抬头了 我觉得这一点 大家要特别去关注到 而且再加上 这一次Computex来之后 黄仁勋整个把整个AI 带动到整个台湾 到底是为什么 我觉得这大家很值得 去关注的地方是 美中之间的贸易角力 对于台湾来说 台湾到底应该要用 什么样子的钟摆方式 来去让台湾 呈现一个安全的状况 如果我们台湾 持续再试用这样子 对中是用一个挑衅的态度 不管今天是文攻武后 我们都完全抵挡不住的状态 是像我们的科技 这样还能不能真的用 互国成长的方式 互助台湾 所以我觉得 大家还是不要忘记 在这一句话 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这一块 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 如果赖清德没有好好的将台湾的 AI产业的这块好好保护好的话 我真的认为台湾可能在最后一块 能够保护我们的互国身上 也许都很难把持得住 好 我们进行广告 好 对岸的无人机又来了 这一次它跑到我们前线的 天下第一哨 丢传单 怎么会这样子 而且抖音直播 这侮辱性极强 没有什么威胁性看起来 可是侮辱性极强 我们看到这是天下第一哨 在我们的金门前线 那它空投了传单 传单上头有183个字 它说我来给弯弯部队送温暖 怎么回事 赶快来看 给弯弯部队送温暖 无人机在空中飞 越来越接近金门 飞行高度也逐渐下降 远远的看到一栋白色建筑 无人机瞬间喷出好几张纸 随风飘到陆地上 原来是传单 上面写着台湾认祖归宗天经地义 鼠点望祖不可为也 祝同胞们端午安康 端午节廉价第一天 金门马上观测站附近 上空就出现这样的文宣 并且在抖音全程直播 说要给台湾送祝福 还预告第二趟要在飞金门大学 以及警察局投递传单 警方证实有侦测到 但无人机只有在金门县警局方向 盘旋一下就离开 共军扰台动作频频 这回对岸民众用无人机随意闯入金门上空 凸显国安问题也让两岸关系更加紧张 好 这一架无人机来的 看起来它的制作 它不是一个很烂的无人机 看起来是还不错的一个无人机 因为它飞得很高 它全程直播的管道是在抖音 抖音它的一个名称叫做中立科技 就是它的抖音号叫做中立科技 我去查了一下 中立科技是中国大陆 它一个制造电缆的一个公司 看起来是一家民间公司 也有可能是中立科技 里面的工作人员 就是一般人 看起来没有官方的色彩 它控制并且全程直播 来的地方是我们金门前线 天下第一哨的 马山波音站 附近的上空投递的 它投递的这个传单上头 还是用繁体字写的 感觉还蛮刻意的 台湾久出久归同胞之情 不可不念 像这样子的一个制作精良物 我们可以把它归映为一个无聊网友 可以这样讲 可是他还丢肉粽 因为是端午节 他还丢肉粽 感觉让人家觉得有一点 很无厘头 你要把它怎么来看待 我们金房部是这样讲 他说没有飞到营区上空 没有飞到营区上空 可是金门县政府谴责 并且要求调查 就觉得这个太奇特了 太奇怪了 也太侮辱性了 王定宇 民进党的立法委员是说 应该要强化拦截力量 你不能把它打下来吗 还是怎么样处置 总不能每次都这样 这次还丢了肉粽 丢了肉粽来 看起来真的是不太好 来 委员 还好丢的是肉粽 因为最近不是北韩 送了大便气球到南韩 已经三度了 如果这些网友 或者是大陆有样学样 也打大便气球 送到台湾来 我们到底要怎么处理 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些 反制的做法 尤其是现在网络很多的 抖音网红 他可能破窗效应 他觉得说这样冲流量 大家觉得有趣 或者是成为小粉红的英雄 忽然大家就开始 争相仿效的话 其实对于台湾 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最怕的就是这种 不是官方 可是民间不断的来捞乱 我们难道不提出一些 什么拦截网 或者是干扰器等等的方式 让这些人 没有办法继续这样子嚣张吗 如果这样子做事的话 我觉得难保这个大便气球 不会飘过来 说不定有人就觉得 有样学样 他觉得他率先把大便气球 飘到台湾来 我觉得这样的做法 当然我们是绝对不认同 但就回到说 台湾当然除了我们自己的 国防安全之外 刚刚讲到 川普其实他最近竞选 总统的这个国安的团队 所提出来的国防政策 国安政策的白皮书里面就提到 对于美国来讲 现在最大的威胁 不是乌克兰战争 而是中国 所以对于中国的挑衅 不是只是台湾而已 台湾什么事都没做 说实话 但是问题是 连全世界包括美国都认为 现在对全世界安全 最大的挑衅跟威胁 来自于中国 所以刚刚看到马克宏跟拜登 其实马克宏才刚跟习近平见过面 大家也都知道 法国可以说是全欧洲 跟中国关系最好 也是最先伸出这个橄榄枝的 拜登去当然也是希望能够巩固 不管是法国是欧洲 这个部分的盟友 但是另外一方面大家也要知道 在美国的认知里面 包括川普的这个 国安政策白皮书 也特别提到说 现在美国当务知己 除了协助台湾的军事的训练 跟武器的支持之外 对于日本特别还提到 台湾有势的这个基础上 日本就是美国最坚定的盟友 所以其实美国台湾日本 大家就是一个铁三角 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然以美国现在 不管是拜登或是川普的竞选策略 都可以看得出来 第一个守护台湾 第二个中国就是最大的威胁 这个是全世界的共识 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对岸的无人机 不管它是民间的 还是哪里来的 那我们能不能够把它打下来 这算不算符合第一级的定义呢 我们看到我们新任的国防部部长 前两天才在立法院被问到这一题 有立法委员问他 也有媒体追问他第一级的定义 那个时候顾立雄是强调自卫权 自卫权 12海里 如果飞到我们12海里的话 我们有自卫权 可是观众朋友 12海里非常近 如果战斗机飞进来12海里 可能一分钟两分钟 我不知道就到总统府了 那个时候还有什么自卫权呢 我们来看我们的参谋总长 梅家树最近到了前线去试岛 重点来了 我们的汉光40号演习 现在要把它列入一个对岸 演习的重要项目 大家知道前几天 对岸才把我们围台军演 所以金门工坊 未来要列入7月汉光演习的重要项目 其实我想这一次 金门的无人机也不是第一次了 其实今年4月份 就至少我们在二胆岛就有国军 用干扰枪是让两架 至少两架的无人机 是把它按照原路径回归 他们这种干扰就是说 让你的电波 你没有办法继续飞 所以他没有办法过来 就是让你按照原路径回去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设备 只是说像这种所谓的 如果今天对岸是民间人士 他们自发性的 不断的透过这种所谓的无人机 然后去挂 不管是船单也好 挂肉档也罢 还是说什么之前有那个 什么炸菜的 什么炉蛋的 各式各样的东西 我想他们民间 现在中国大陆有无人机的门槛 其实没有那么高 有越来越多人 而且他可以拍成影片 因为就拍成影片之后 在他们国内就会变成一个 非常热门的话题 就是去挑衅金门的弯弯部队 这种太耸动了 而且太好看了 去挑衅 而且因为你要知道 自从像金门 这个惊吓海域的事件之后 对岸确实在对金门 他们是把它视为一个 就是说我随时都要去 不断的宣传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 那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现在国防部 可能要特别的注意 因为过去可能在二胆岛 可能在大胆岛 可是这一次是到金门本岛了 他都已经预告说 他接下来会去金门大学 或者是金门的警察局上官 你注意 他不是去军部队 他不是去营区 他现在目标是要去一般民间 这种会让人家想到 最近韩国 南北韩在干嘛 一边是粪便气球 一边用KPOP的宣传单回去 你会觉得好像我们又回到了 两岸分支 而且是对立的 那个年代的那种感觉 空头传单 空头一些食物过去的 所以我当然如果今天是民间制发 我们军方其实是会不堪其劳 如果我觉得我们得要有一套 运作的模式 把一个SOP订好 比如说如果看得到 目视可放 可以见到这样无人机的话 该怎么处理 如果他是飞得比较高 他东西丢了就好 你能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还是得要把一个 SOP订出来 国防部也好 或者说金门县政府等等 都应该要针对这样的事情 其实这个最主要是担心 是影响我们的民心士气 来 淑慧 对 就像刚刚焦虞说的 一定要做一些处理 是啊 那谁要做这个处理 顾立雄 民进党 什么叫做自卫权 什么叫做第一级 到现在我们的国防部长 或者是我们的政府 还是没有告诉我们 像我们常常看美剧 如果有这个歹徒 侵入我们自己的家里的时候 在美国的话 你是有权可能拿出你的枪支来 自卫 对 自卫 但是你要不要开出那个枪 你要不要开火 在台湾也一样 当他侵入海里 当他到你的上空来 你要不要开火 这个跟第一级不第一级 你不用去揪这个字眼 你要不要开火 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关心的 好 当你要开火了以后 大陆如果还击的话 然后在你的领空 在你的领海 那战事就发生了 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自处 这些事情就是我们关心的 所以今天不是跟你顾立雄 像律师一样在上法庭 这不是第一级 这是自卫权 好 那我宣判你无罪 你有权行使自卫权 然后你要让战争发生在 我们的十二海里以内吗 所以不是在揪这个问题 你要如何行使你的自卫权 现在这个问题就来了 不管对方是民间或者是官方 当他一架无人机来的时候 你并不知道 你一定要行使 把这个无人机干扰 把他拦截下来 你不可能等他飞回去以后 你翻开抖音你看 他是民间的嘛 所以没关系 他飞回去就算了 你不知道你都要把他当作 他是侵入你领空的无人机 所以你都要把他当作是对岸的 这个侵入领空的行为 来处理 我们刚刚说我们有买干扰枪 从去年开始 政府就开始采购干扰枪 更好笑的是 我们还干扰枪采购 还出现弊案 被监察院给纠正了 那没有关系 你采购干扰枪 你重点是要把他拦截下来 让他有来无回 他才有成本的损失 结果我们是怎么样 杨明说的 你回去 让你原路回去 那他没有成本损失 好吧 那你既然不欢迎我 那我就再回去 我单子都丢了 我肉粽也丢了 好啦 那我回去 那又怎样 我下一次再来 我来啦 我走了 我来了 我走了 刚刚我们说了 这叫什么 骚扰 幼稚 但是他低成本 你拿我怎么办 所以我们反复的这样子 然后我们在这边生气 我们在这边讨论 但是对大陆来说 他就是一个无聊的网红 他为了刺激他的流量 为了刺激他的斗内 他就任何一个人 都可以干这件事 为什么 因为金门离大陆太近了 那我们就要问 我们伟大的执政者赖清德 你要不要去洗涤一下 对岸这些无聊网友的人心 对 我们可以去洗涤对岸 无聊人民的诚心 我觉得我们反共大陆 真的指日可待了 来 进一下广告